这里是POP大国民 哈喽所有POP大国民的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永远与大家在一起的POP Radio 9.7 我们是POP大国民 我是主持人蔡志平 今天五点钟 我们现场来了一位 真的很棒的大国民 从传媒的角度来看的话 他应该是台湾的传媒界 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个例子 一个案例 从台湾出生 然后在美国白宫 你看到川普总统出来的时候 一堆记者挤在记者室里面 在那边挤着 如果你有时候 你很仔细的看 你不小心会注意到 有一个东方面孔 不要怀疑 他可能是日本人 但是你觉得他像台湾人的话 他真的就是台湾人 他就是张经义 现在就在我们的现场 我让他慢慢来跟各位谈 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白宫的记者 而且这个白宫记者 还不是随便说的 张经义先生在我们现场 经义你好 主持人好 经义这次是为了这本书 白宫意见 这个意就是他的名字 张经义 经就是那个经典的经 义就是义气的义 所以白宫意见 这个意见呢 本来也可以说opinion 意见 也可以说不同的意见 现在再加上这个同音意志 就是他的看法 白宫意见 现在算起来应该到第九年的时间了 好 在这本书里面呢 张经先生有特别解释 这本书我必须跟各位讲 我很匆忙拿到大致看了一遍 我非常喜欢这本书 为什么喜欢这本书呢 因为他不只是讲一个 说他自己精密的故事 最重要的是他有观点 他有他自己作为一个媒体人成长的观点 还有他从这个观点的出发 他怎么看了欧巴马跟川普 但欧巴马任期他跑得比较久 川普的任期才是刚刚开始 但不会讲刚开始 也已经要准备 要准备打下一波的连任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每三个阶段 大概构成了这本书的主题 可是他很有观点 他从这个自己的白宫见闻 穿透到美国的社会 然后来自己提供了一个 台湾人的 华人的 亚洲人的角度呢 在看美国的政治的变化 但是里面有一个人很重要 并不是跑白宫的记者 都叫做白宫记者 你里面有特别提到 对的 那话讲说 我们每次看到一堆 在白宫里面的那些记者 有两种身份 对就是 能够真的跟着美国总统走的 就是白宫记者团的成员 那白宫记者团成员 就是我们扣除摄影 或者是这些照相的等等的 其实不到一百个人 那我们这不到一百个人当中呢 我们是能够轮着来 跟美国总统 包括我可以到 去年到新加坡 他跟金正恩的 川金会 对川金会 我们知道当时 大概有三千名记者 来自世界各地区到新加坡 但真正能够看到 金正恩的中文媒体记者 就我一个 结果那天是相当幸运 刚好轮到我 能够跟着总统 就是见证 整个历史的一个时刻 包括最后 他们签署 这个协约的这个时刻 而且很有意思 在书的一前面 有一段 我的印象很深刻 2015年 对不对 那个时候 川普都还没有被大家认为 有可能会赢得胜选的时候 你其实就跟他打过招呼了 打过照面了 对对对 那回头再想想到了 川金会的时候 这个真是 有这样的一个 亲身的体会 看着一个 可能想参选的人 还不见得有机会 但是突然间 看着他 就这样子 很少千秋 成为一个美国的 全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 这个实在是 做一个记者来讲 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经验 非常难得的经验 像是我也不看电视剧 其实我觉得 我就生活在一个很大的剧里面 这个剧里面 你永远不知道剧情会怎么发展 现在目前的主角 就是川普一个人 那他接下来剧情怎么发展 他自己也不知道 所以对我来说 这是最有趣的一部分 就是我每一天 就是在看白宫这首剧 好 当这个张金一先生 带着他的这本新书 回到台湾来跟大家讨论的时候 我们称他为白宫记者的时候 他刚才已经开个头了 我跟各位说 这书里面他也讲了 他说他跑了几个月之后 才发现呢 所谓的白宫记者 大概要具有双重的一个认证 一个就是呢 当然是白宫官方 他给你这个 让你去跑 给你这记者证 那另外一个重要的是 白宫的记者本身 他有一个协会 叫白宫记者协会 这双重认证之后呢 才能够加入这区区 刚才讲过的 一百人的俱乐部 好 所以换句话讲说 还真是 还真是不容易 也是挺幸运的 因为我当初也不知道 而且你有 你在书里面也讲了 说平均的年龄 其实大家都在50岁上下 对的 跑白宫至少都在 差不多20年左右 20年的辞历 可是以你当时 加进去的时候 你才30出头啊 对 是相当幸运 因为刚好那个时候 都是在中国崛起的这么一个背景之下 大背景之下 那他们希望有一些外国的媒体记者能够补充 最主要我们能够加入白宫记者团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呢 就是我们能要写一个通稿 就即时就是比如说美国总统跟外国领导人 我写个通稿 一个界面 我马上写 他们细节 怎么交流 怎么互动 然后马上发给所有的白宫的记者 其实订阅白宫记者信的记者大概有7000多个 是非常多的 就是我们这个通稿呢 会透过白宫的新闻办 发给所有的这7000名记者 他们都会来参考我写的文章 所以我的文章呢 包括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 都会来引用 他会觉得挺有趣的 因为我会提供一些 美国记者不知道的观点 那么同时也可以介绍 比如我们中华文化的东西啊 或者是一些我们所知道的 就是比如中方的一些事情等等的 增加他们观点 然后让他们的报道也更加的丰富 包括为什么要戴红领带啊等等的 就是让人对中国人 这是一个比较喜庆 OK 对 好 所以话再讲说 当然这个经营非常的客气了 就算那个时间刚好凑巧 他们需要 需要因为中国的崛起 需要能够懂中文的啊 或者代表这个中文世界的这个记者 可是说实在的 这样子这样子的人也不少啊 为什么就会刚好是张经营呢 是当然有张经营自己的一个独特的条件 因为在那个之前 你事实上在美国跑新闻 也跑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了 张经营是台湾土生土长的 他在台湾是在念正大阿拉伯语系 跟新闻学的双学士 对 然后变类之后呢 他曾经在呃台湾工作一段时间 最后离开的时候是远见杂志 对远见杂志 第一份工作也是远见杂志 是的 然后离开远见杂志的时候 我记得书里面也提到是26岁 26岁 所以然后就到了美国去 在美国后先到美国纽约大学 对的 念了一个国际关系的措施 对的 所以呃 你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世界日报 我第一份是世界日报 在这之前呢 其实是在NBC实习总部 实习这里没有讲到 对 然后联合国也在联合国总部也实习过 呃 所以本来那个时候是应 可能有机会能够留在NBC 但是就遇到了金融海啸 这样的一个状况 但是加入世界日报 其实是也是开拓我一个事 对于这个美国的华人 或美国的政治 我们该从怎么样 我们一个华人的角度 去看美国的政治 解释给我们的观众 给我们的读者 这对我来说是相当有帮助的 所以从世界日报 然后再到凤凰卫视 凤凰卫视 然后再到东方卫视 也就是说 我刚刚讲这一段经历 也就告诉大家说 他的在这个媒体的 这个学经历上来看的话 是相当的完整 平面 然后再到这个电子媒体 电视 然后呢 他的语言上面呢 可以横跨阿拉伯语 还有这个英文 这是他的一个非常独特的地方 更重要一点是 在这书里面呢 有一个有一段话 有在前面的这个序言 他自己写的这个序言里面 我印象非常深刻 他提到说 其实这所有的媒体 现在都在 都应该反思的问题 事实上也很多人在反思了 就是说 到底在一个个人媒体 社群媒体 这么蓬勃 手机这么蓬勃的年代里面 到底记者还有什么价值 还有什么意义 那张靖先生在这边有一段谈话 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 他觉得现场 就是说人在现场这件事情 是有意义的 因为在现场 所以你的资讯 就不是别人给你的 你在现场 你诠释的角度 就不是别人的角度 在现场 你要提 能够有机会提问 你问的 就不会是别人 白人的 西方的媒体的角度 这一段的现场的诠释 诠释得非常的精彩 这也应该就是 你自己这么热爱 采访工作的乐趣吧 对的 就是 其实能够把现场的观察 写到文章里面 对我来说 常常会觉得热血沸腾 真的是这样 就是说 我可以把我们角度 所看到的东西 用我们所理解的语言 带给我们的观众 带给我们的读者 那这其实对我来说 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 那么我觉得 我也是相当荣幸 能够从我们自己的角度 去看这些新闻 因为我们长期以来 其实后来我到美国 包括采访了白宫这些新闻以后 其实在书里面 我有提到 在白宫里面呢 自由派的媒体 还是比较多一点的 我们知道纽约时报 华盛顿邮报等等的 自由派媒体比较多 那我们长期所收到的资讯 可能都是来自于 自由派的媒体 包括一开始 我们知道现在 通俄门的这个状况 后来调查出来 没事 没事 但是呢 纽约时报 那个时候不是大幅报导 报了将近一千篇的 这个报导 都在讲这个通俄门 说的好像会声会影 那于是我们在翻译 他们的一个 报导的一个角度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把它吸收进来 然后就会做这样的一个假设 所以我们大量 其实是受到 自由派媒体的一个影响 那包括其实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在这个白宫的 就川普刚入主白宫的 很早期 我们不是有读过一篇报导 就是说川普呢 他禁止纽约时报 CNN去采访 我当时在现场 并不是这个状况 而是白宫发言人 他是邀请几家媒体 就包括白宫记者团 当天轮值的这些记者 进到他的这个办公室 是不开放摄影的一个 一个新闻吹风会 但是因为纽约时报 跟华盛顿邮报 当时他们并不是这个 轮值的记者 所以自然没有收到邀请 但他们觉得我们 这个影响力很大 所以他们就大幅的报导 他们也不是假新闻 但他们可能偏颇的报导 就大部分突出 就是说 我们被川普政府排除在外 那可能有一些 公正的报导在后面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 全世界媒体都在转载 就是说 纽约时报被禁了 CNN被禁了 那我甚至看到 在大陆的媒体 直接翻译出来 就变成翻译说 永久被禁 第二天 纽约时报 还是坐在 这个新闻发布会的现场 难怪 我的意思就是说 难怪川普跟这些自由派的媒体 这么样子 水火不容 而且看起来对的非常严重 这也就是为什么说 有人开玩笑讲 说川普每天都只看Fox 无视频道 对不对 他觉得这些其他的自由派的媒体 全都是假新闻 全都是跟他捣蛋的 不过 在张静先生这本书里面 如果各位对这个一段有兴趣 我要特别强调 不只是说你对媒体有兴趣 而是你真正想要了解 川普为什么 一定程度上他的民调这么高 可是又为什么 跟这些自由派的这些大媒体 这么样子的水火不容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看张静益这本书里面 有很精辟的分析 我们待会来 从这边再慢慢的聊 但是我至少知道 川普上来说 为了对付这个方式 采用灌水方式 对不对 就把那个白宫的记者 就是你只要来采访 我就给你了 对的 所以让他稀释 也让不少的保守派媒体 可以进来了 对的 这招厉害 这招真厉害 马上回来 对 不安藏理出牌 好 欢迎回到 POP大国民 今天五点钟 我们为各位请来了 可以讲述台湾的 年轻人的骄傲 在美国的白宫 美国白宫记者团里面 唯一的花人成员 在长期的跑白宫新闻 张经义 回台湾 他带来了新书 白宫意见 意就是他张经义 正义的意的意 刚才我们一路聊下来 他的大概的一个媒体的经验 还有他在美国 所看到的这个变化 美国的媒体 大家印象最深刻 就是上次他跟Hillary的竞选 几乎所有的自由派大媒体 都说他会赢 而且民调数字看起来 都还蛮拉的蛮开的 一直到选前 都已经看起来还是这样 选举结果 当然胡选票 Hillary还是赢了 可是总统人选举票 输得相当的大 差距相当的大 所以大家也非常意外 从那次以后 其实大家就开始 对媒体这件事情 开始有很多的反省 包括在台湾也是 你在书里面 其实有分析 这些大媒体 因为都是在大都会里面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他们其实也是跟地方 特别是跟乡下的美国人 是有隔阂的 可以这样说吗 对的 是这样的状况 没错 所以美国媒体的信任度 美国人对美国媒体的信任度 根据民调 永远是低于对总统的支持率 而且现在其实美国 大部分的媒体 是操控在六家大型的 媒体集团 手上包括迪士尼等等的 这六家的大媒体集团 就一家是保守派的 也就是21世纪 福斯是保守派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我后来的一个感觉 就是美国 就媒体在美国的一个状况 它并不是一个传播消息的一个作用 而是去强化你的认知 就是说你本来就觉得 OK川普没有通俄 那于是我看 我就只看福斯电视台 那福斯的新闻台告诉我 他没通俄 我就不停的强化 对他没通俄 他没通俄 那么同时间 你觉得川普是通俄的一个状况之下 那你就去看CNN CNN就不停跟你说 对他可能通俄 他可能通俄 其实后来媒体在美国的一个状况 它并不是一个传递消息 也不是一个中立客观的一个状况 而是反而是只是强化 你本来所认为的事实是怎么样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当然这是资本主义以下的一个影响了 就是每一家媒体都要赚钱嘛 他如果他就是公正客观的进行报导 那就不会有读者来买你的一个报导 那所以纽约时报 我们虽然说他普遍来说还是比较公正客观 但是他会放大某一部分 然后他可能整篇报导是平衡的 但他会特别放大某一部分 只剩下一小部分来平衡这篇报导 那我们作为读者可能也很忙 那可能就是看到上面 然后下面没看到 那于是我们就得到一些比较偏颇的资讯 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如果媒体的状况也可能是 陈先生的世界也像台湾的状况有点像 就是说两极化的世界化 美国的社会 社会本质上的两极化也很严重 特别是在这本白宫意见里面 张静怡特别在他的第二个part 跟第三个part里面 他从欧巴马开始谈起 然后谈到现在的川普 我跟各位稍微提一下 各位刚才如果耳朵细一点 会注意到说 好像张静怡在讲川普的时候 前面犹豫了一下特 因为在其他华人的媒体里面 他们都叫做特朗普 我们台湾把翻成川普 但是他们都把T都直接翻出来 所以叫特朗普 所以刚才我有注意到 张静怡在前面咬字的时候 前面很短的时间里面 特川普 这很有趣 这其实没办法翻译就这样 如果用英文就完全没这个问题了 所以我就要问了 如果这线索拉回到欧巴马的话 那一样道理 在台湾 我们可能透过一些比较自由派的媒体 我们也会觉得说这个欧巴马厉害 黑人 然后致力于小米这个黑白的这个冲突等等的 可是我们也很清楚可以感觉到 美国社会的撕裂 或者是某些白人至上主义的这个源头 也不是现在才 川普出来才开始的 他早就有这个线索了 那这个在欧巴马的八年任内的时候 其实看得很清楚 对的 我特别是印象深刻是2014年 福克森的那个 那个事件 其实去了当地 我看到里面有照片 你穿的那个防弹衣 因为真的是 你不知道警察会开枪打你 或者是说那些暴民 因为美国的拥枪率是 没错 三亿把枪 就三亿人口三亿把枪 蛮恐怖的 我在书里其实还有提到 就是我在睡觉的时候 我是被枪声给惊醒的 这个故事都有 就是美国 你就不知道什么状况 真的就是枪林弹雨 而且我还有 比如我吸过那个 烟雾弹之类 就是他会去散报名 那记者就是往前冲 那我们就是跟着一起吸 特别的采访经验 对 那么所以在 这个福克森的这个骚乱里面呢 其实真的是可以感觉到 美国很严重的 黑白的撕裂的一个问题 那么黑人 他就是变成一个 长期的一个循环 要知道 这个黑人男性啊 三分之一 在他一生当中 是坐过牢的 黑人里面呢 七成的黑人 他从来没有看过爸爸的 七成的黑人 都是妈妈带大的 所以他们永远不知道 父亲是什么 所以于是 等他们长大之后 他也没有办法去教育 自己的孩子 说我没有爸爸做典范 那他又因为贫穷的问题 就妈妈教 那妈妈生了很多 那么也没空交 那因为贫穷问题 你可能导致去犯罪 犯罪就坐牢 就是一个死循环 那么这也导致 就是说在书里 这2014年的一个资料 就是他们的所有的资产 就黑人的资产 大概就6000美元 白人的资产都11万美元 这是一个极为悬殊 极为悬殊的一个差距 那么欧巴马 他其实相当的困扰 因为他希望自己 能够做一个全民总统 他不希望被人家认为说 他偏袒黑人 因为黑人其实 平常讲 从选票来看 美国的黑人占 美国总人口 是不到15%的 那你还有其他 这么多的一个选票 那你如果只照顾黑人 那你是不是连任 就没希望了 那你是将来 在历史上 没有办法留名了 重点我们刚才也讲到 黑人的资产 其实是不多的 他们美国的选举 是大量是靠着金钱 捐献来堆砌起来的 所以欧巴马 他变得很两难 所以到他下台之后 从他上台 到他下台这8年的期间 其实美国人 认为自己 认为这个美国的 种族的分裂的一个状况 其实是越来越严重 反而是越来越严重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其实后面 我们看到美国的 这个白人智商主义者的 一个崛起 其实不是特别令人意外的 一个状况 因为所有的新闻 所有的我们所看到的事情 都不是凭空发生的 他都是前面 有一个前奏 对 没错 然后慢慢去铺陈 到后面川普的一个崛起 等等 而且有时候我常会觉得 你晓得我们这种有时候 太过于相信 人的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 所以就忘了 人的人是理性的动物 这个体会也是经过漫长的历史 逐渐演变出来的 也就是说 对同一个世代人来讲的话 他在这个调试 主要的价值观的 这个转换的过程里面 他是很痛苦的 那也许经过两代三代以后 到第四代 第五代人会觉得说 理所当然了 黑白应该要融合 同婚 反同 应该不是一个争议 可是别忘了 这个东西是慢慢的演变的 也就是说 当你看到 欧巴马上来的时候 你看到的是 这个黑人出逃亭 看起来美国应该要迈向这一步 可是对于 有些世代的白人来讲 就是没办法接受的 他是很痛苦的 要面对这个状况 再加上如果这个黑人总统 又没有办法去真正的 用实际的行动去解决一些 黑白之间的纠纷的时候 矛盾的时候 很可能就那个冲突点 就等待下一个人的崛起 那川普的崛起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就毫无疑问了 但是 我想有几个问题 书里面都点到非常有意思 永枪这件事情 台湾人其实大概比较难以理解 就永枪这件事情 在美国怎么会扯到 到底他是不是一个 美国的宪法保障的权利 你可以稍微说明一下吗 是的 三亿人有三亿把枪 你不觉得这实在是一个 还难以想象的吗 对 我其实也常常会去跟他们进行交流 包括去枪展去看 我很好奇 因为我们在台湾长大 这个永枪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是非法 但你要考量到美国地大物博 你可以想像这农村 方圆十里 你就你一户人家 那如果坏人来了 怎么办呢 那坏人来了 那你只能等 打电话叫警察来 你可能都被抢 或者是生命都遭遇到不测了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美国人涌枪去 在更早之前 就是美国独立革命 独立革命 就是老百 也是保护自己 就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源源 那现在现实的状况 就是美国有非常多的 这样的农村的 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因此使得 他们必须要去拥有枪支 来保护自己 那么所以你在美国 你看很好玩 其实我们在台北 你这样看 很多房子都装铁窗 你到美国 你会发觉 这个方圆十里 房子都没有 你就你一户人家 没装铁窗 也没有什么铁丝网 电网 没有 为什么 枪 枪造成一个 嚇阻的一个能力 所以同时就是 美国拒绝你入室抢劫 你是可以被 对 这个作为 正当防卫的 正当防卫的 所以枪这个议题 在美国就变成一个 很敏感 就你作为都市人 你就觉得很危险 就是我在家里 如果放枪 那邻居假如 不开心 那我是不是会有 生命危险了 但对乡下人 是不一样的 乡下人让我放枪 那人家来入室抢劫 或是有熊 或者是什么东西 传进 对 是需要有枪支的 所以就变得很难 所以涌枪在美国 永远是一个 很具争辩的议题 所以我们常常 在台湾媒体 可能会报道 会误以为说 民主党要进枪 进不了 其实也不是 是要控制枪 这就是避免 比如说精神异常的人 去买枪 买到枪 或是一些有犯罪背景 因为美国买枪 其实凭良心讲 有漏洞 你可能网络上一定 就Amazon 寄到你家 这都是可能的 好 所以各位 透过张经义 刚才跟各位 他在书里面 也有一个部分 在描写到这个部分 各位就可以 比较能够理解 否则的话 我们在台湾 大家就很难想象说 动不动就是枪击案 动不动就是 校园的 这种屠杀 为什么这个问题 始终都没有办法解决 就像刚才各位讲 第一个有历史渊源 第二个有现实上的考量 其实还有一个也很重要 他已经变成一个产业了 一个产业 一个产业 所以他的枪支的协会 是一个非常大的lobby 游说团体 对总统也好 对国会议员来讲也好 所以你刚才 张静先生讲得很好 连民主党 其实也未必敢去碰 进枪这件事情 对不对 他只是说做适度的管制 他的态度上面 是跟共和党 稍微比较紧一点 但是这就是一个 我们讲政治文化 这他就是政治文化了 对美国的政治文化 好 待会回来 我们还是要聊一个 很重要的部分 川普 这书里面其实有一段 我刚才跟金毅说 对我启发蛮大的 就是他讲的 查党的整个的崛起 那查党这一个部分 其实各位 如果在媒体上面注意的话 常常会提到 那这个查党 对于共和党来说 其实也是蛮头痛的 等于就是 共和党这个光谱里面 一个非常激进的团体 可是他们又非常非常的 有战斗力 待会回来他们聊聊 查党跟共和党 以及川普 好 现在在观察 这个美国的政治单 大家现在几乎全世界的 或者是包括美国的 政治新闻的焦点 都直接放到 白宫里面的主人 这个川普总统身上了 可是我们现在把时间 稍微往前拉一下 当时他跟Hillary 在竞争的时候的前面 那段时间 其实台湾网友们 当时也很关注 所以当时他们在 各种的辩论里面 他们把这两个人的影像 剪在一起 配了一些台湾的歌曲 什么双人枕头 所以也都蛮好笑的 但是没想到 最后Hillary都输了 可是如果再把时间点 再往前推一点点 各位看这书里面 也提到了 包括Hillary 在党内初选的时候 面对了白头发的那位 各位看到了吗 Sanders Sanders其实在挑战Hillary的时候 也是一直从头威胁到最后 对的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那个时候 已经可以看得出某些 下回头想 看得出某些端倪了 确实是 就民主党里面 也有不少的年轻人 而且Sanders很特别 白发苍苍 年纪不小 可底下都是一些 年纪很轻的年轻人 对 所以他代表了一种讯息 现在回头再看 再跟后来的川普 做了一个连结的话 从那时候开始 你看到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对 就是说 其实从2008年 就有这个状况 因为当时 大家为什么会投给欧巴马 就是他的竞选口号 Change 改变 但是过了八年 大家没有看到改变 因为他在台上 不停的说 要缓步渐进的改变 其实很多人是等不起的 这么说 就是美国面临了 蛮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们常开玩笑 美国读不起书 生不起病 那么住不起房 比如说读不起书 每一个美国大学毕业生 平均 平均毕业 他背负的学贷 是三万七千美元 一百万台币 比如我们台北 你在这个学校一毕业 你就直接往前冲了 你不可能背负 一百多万的 这个学生贷款 但他们是真的是 背负了一百多万学生贷款 包括欧巴马 他自己都说过 他在四十三岁的时候 才还完了他的学生贷款 所以他才能够去想说 我不要买房子 我要不要来选总统 所以读不起书 所以这个桑德斯就说 他希望就是 大学免学费 这算是一个很激进 很疯狂的想法 但是就会吸引大量的人 那你说生不起病 美国的欧巴马的健保网站上面 自己写的 你住院两天 花费多少 三万美元 在美国住院两天 一百万台币 这不是逼人家 这就是逼人家生病的人 要去死吗 对 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 就是一百万台币 你这样讲 我想起来 好莱坞好像有一两部电影 也曾经触及过这个题材 为了筹小孩子的医疗费 对不对 父亲就想尽办法 甚至还涉及到 一些可能违法的 一些动作上 其实我记得有一两部电影 有触及到这个议题 所以就是 这次等于就是桑德斯 包括这一次 2020年的总统大选 现在民主党是破天荒 有19名总统参选 破天荒 从来没有这么多 第一名还是桑德斯 就是说选民 他们已经不想要看到改变 他们想要看到马上改变 可是桑德斯代表的讯息 刚好跟川普又是两个极端吧 但川普带来的也是马上改变 他就是马上改变贸易的现状 马上改变气候变化 就觉得就是说 这个东西骗人 然后或者就是巴黎 那个伊朗核西 我不相信 我们美国只相信 跟以色列的关系 所以川普是 另外一个极端的马上改变 现在就是马上改变 对象马上改变的这种极端的左右两派 一顺便也提到 你曾经访问美国的一些资深的政治人物 他们也是在讲 以前都是想把两党都往中间靠 往中间靠 现在反而是刚好相反 都往两边去拉 对 就回不到中间点了 回不到中间 好那查党扮演什么角色 查党呢 其实当初它变成是 我们知道共和党 长期以来他们还是一个比较稳健的一个政党 但是里面有一群 其实他们就不满现状的人 一样的嘛 就觉得你也是想改变太慢 对 你上去 不够坚持 你上去就换了位子 就换了脑袋 就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么这些查党人 于是他们就组织起来 所以他们其实在那个时候蛮好玩的 我们一直知道是美国其实是很难会有第三股的政治势力 不是共和党 历史上都证明 对对 就是历史不停的证明 但是查党呢 因为他在共和党里面 那时候共和党虽然是比如国会的众院 国会那时候是众院的多数 但是他们里面比如他们有50个人 那其他200个人是就传统的共和党人 他有50个人 他就可以绑架整个共和党 就是你你不支持我的部分意见 我就不会来支持你全党的这个决议 到时候你就会输 你就变成少数政党 没错 这也是蛮有意思的 对 然后于是民主党就可以得力 所以等于是这少数的几个人啊 绑架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政党 然后让他们不停的往极右的方向而去 那么所以他们就会说 那我们就希望能够 总统我们就希望能够提名一些 我们没有看过 不是在台面上的这些既得利益者 我们希望看到一些我们没看过的 川普或者是Ben Carson Ben Carson就是一个脑科医生 就从来没有政治经验 或者是那个惠普的这个总裁 对总裁 对 Fiona 对对 Fiorina Fiorina 他就从来也没有任何的执政经验 我们就希望看到这些人 因为我们不相信台面上的任何的 他们手一定是脏的 他们一定是既得利益者 这个对于川普这个政治素人来说 能够把他拱到这个位置上来 查党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 等于一个助推的一个作用 其实这个历史蛮早的 因为我记得当年在这个花生农夫 这个卡特竞选总统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他们对于这个华府的职业政客 很厌烦了 可是这力量一直都没有形成一个非常大的 那现在可能将我觉得数学网络的进步 还有媒体的极端化 使得很多的意见会被放大 效果会被放大 所以看起来全世界都出现这个困境 尤其这十来年 各位看到包括这个法国 法国以赛马克宏的崛起 何尝不是 哇你看看他一堆新人 一堆人都是第一次 莫名其妙的一个面包师 或者什么的 就这样就变成一个就赢了一个选举 就在国会成为一个最大党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全世界非常有意思的 所以你这样长期再看 我们大概过去都把美国的民主政治 两党政治的这种进退有结 还有会往中间靠拢 当成是一个民主的典范 可是现在这几年看下 大家也觉得有点犹豫了 有点犹豫了 那你看呢 是这样 包括您刚才所说到这个法国的一个状况 其实马克宏的这个 他在竞选总统 他大选之日我在罗浮宫 前面报道这个新闻 那其实我自己蛮震撼的 那时候我们叫勒庞吧 就是那个国民政协 极右派的 你可以看到他可以得到30% 40%的这个支持率 这些人其实都还是在的 他们不会因为我们叫马克宏 他上台之后呢 这些人就突然一夜消失 没错 那么他们就会抓到一个点 他们就觉得 哎呀那你现在要来张我们这个邮费 我们就借着这样的状况出现 那包括在英国拖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蛮震撼的 因为我那时候在英国 我们知道伦敦 它其实分成两块 一块就是伦敦城 一块是City of London City of London就是这个金融的金融的中心 就是才一万多人的这么一个小城市 但是是掌控全世界金融的这么一个地方 我大量时间在那里采访 他们的上议院的议员 或者是下议院的议员 就等于我一直在都市里去接触这些人 然后我就觉得英国脱欧是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因为我有个机会 就是一个下议院的议员呢 他在农村区域 他是会讲中文 很特别的议员 我之前在习近平访问英国的时候 访问过他 然后于是我就跑到这个农村去 访问这个议员 然后真的跟当地人接触 然后才发觉 感受到了 不对哦 就是说这些人他就觉得 他不喜欢都市人 就是他觉得凭什么都市人就得到比较多 他跟我说英国脱欧怎么样 我这间店铺还是这间店铺 我有两条牛 我还是两条牛 那倒霉是谁 都市人 都市人老是给我们制定政策 都市人老是给我们要求 这要求那 凭什么我们也是人 一人一票 凭什么都市人就比我们高贵 所以他们某种程度上 可能抱着一种不满 甚至是复仇的一个心态 然后透过民主的代议制度 去投下这一张票 我们台湾可能叫独烂票 独烂票 独烂票 我并不是特别支持 我跟深思年脱欧是什么 我不知道 我就是要 我就是不爽 都市人我不爽 我议员我也不开心 就这么样子 于是我就去拖了这么一票 那我去法国采访的时候 也跟这些人接触 我甚至跟极右派 极左派的 Mélenchon的这个支持者 你会觉得 就是后来到美国 我到这些乡村去 完全感受到同样的 一模一样的东西 就是 我为什么 要听你都市人的话 我最近因为 台湾的出版品 最近最近也出版了 一些相当书 最近就觉得很有意思 以前这些书都不会在台面上的 白垃圾 类似 你看这书名就知道了 就说这些书都清一色的 在点出一种白人的愤怒跟困境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访问 张经理先生各位 可以从他的华人的 在美国白宫跑记者新闻 还有包括刚才讲的 他把触角拉到法国 跟英国所体会到的这种 某种在民粹的风潮之下的 那种蠢蠢欲动的 不是没有理由的 换句话说 我们还是要回头来 政治的现象 没有一件事情 不是没有理由的 好 或者是我年轻时候 读过一段话 想说所有的地方的 都是全国的议题 那议题就说 他到最后还是会 上升到一个 全国性大选上面 看川普 答案就很清楚了 看台湾 何尝没有一个借金呢 我们访问的是 张经理带来他的新书 推荐给大家 白宫意见 带我回来 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在我们现场是张经义 美国的白宫记者 你现在是在SMG 白宫记者兼美国新闻中心的主编 那这是一个更新的工作吗 它就东方卫视 东方卫视的母集团 是SMG 上海文光 可是你现在比较偏在新媒体了 新媒体也要做 现在就是新媒体这一块 我每一周都还是会有 包括在商业周刊 我有一些稿子 商业周刊网站也有 然后包括在大陆 我们的电视台的网站上面 我有做视频 所以文字对你来说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具 对 因为一开始就是从 月刊元件的杂志的记者开始 后来做周刊的记者 做日报的记者 然后做电视台的记者 好 这个白宫义界这本书 文笔相当的好 我都没有用流畅 因为流畅只是一个 媒体出身的人 大概最基本的条件 我说他是文笔相当的好 然后他在很多论述上面 有观点 而在推陈的过程中 也有非常严谨的推论 最主要是文笔还带着感情 所以是非常好的一本书 可以正宗的推荐给大家 好 这本书是由 先决出版的所出版的 那我们来聊一下 美国的假新闻也没严重 假新闻是非常严重的 对川普来说话 纽约时报 你讲我通俄门 不就是假新闻吗 对不对 后来正式 而且还发这么多 所以美国假新闻也很严重 那他们怎么办呢 现在就是他们希望 就是能够透过上游 就是比如说脸书 能够自己控管 他觉得这个东西是假的 的新闻 从这个地方去控管 但是是非常困难 因为现在在这个年代 就是大家其实都是媒体 你自己都可以发文章 你看到什么 你录到什么 这也说明 就是说我们记者 在现场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能够以专业的判断 去带来一个新闻 那如果记者 他一旦有一定的知名度 那大家会觉得 他的报道是权威的 他带来的不会是假新闻 所以这对我们记者来说 这种reputation是相当重要的 能够在现场看 然后带来一个权威的报道 那么就是大家变成一个可信的 可信度 这也是所有现在很多媒体 在尝试在 可是现在假新闻 你晓得 照我来看有两种概念 一个单就是说 他刻意做假的 对的 另外一种是 就你刚刚提到 你没有做假 你在第一现场 才你看到了 可是问题是 当这个新闻丢出去之后 反对你的团体 有可能就把这个新闻 把它扭曲到 是假的 我举个例子 我们在之不久之前 访问了一个独立媒体的记者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 说在德国 有一个难民 好不容易千千万个逃到了德国 然后跟德国的总理梅克尔 拍了一张自拍相 那个照片传出去之后 曾经一度被所有大媒体 都用来说明 说德国是多么的具有包容性等等 可没想到 极端的人 媒体就把它转换 说这个人就是恐怖分子 然后说他怎样怎样 最后呢 反而这个照片变成了说 梅克尔跟潜在恐怖分子 什么还开心自拍什么的 就逼到这个当事人 非常非常的窘迫 我弟说 这就是我刚才讲的两种嘛 你在现场看了 可是别人会把它扭曲 扭曲到一个相反的方向去 所以对一个媒体人来讲 这怎么办呢 很痛苦的 从我们一开始 这个再说这个状况 就是现在的媒体 其实大家从媒体上 不只是想要得到薪知 其实他们更多的是想要强化 他们自己原先的认识 没错 所以这个难度确实是相当的高的 这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 而且这种假 这种后第二个层面的假新闻 它可怕是可怕在哪里呢 它会回过头来 甚至为了要让 要把你的新闻扭曲 它会回过源头来 把你这个人 扒三层 说你看 亚洲人 你是什么什么 你什么什么出身 你就带着偏见 你就带着那种 对不对 偏见来看我们的川普 看我们的白人 把我们当成是白人至上等等 他会回到这个地方来 那或者你不小心 还真的在年轻的时候 在某一家犯的小错 他就把他揪出来 说你看吧 他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怎样怎样怎样 比较可怕的极端对立 现在是这样子 就以彻底毁灭你的人格 作为来证明这件事情 是对还是错 我觉得这是我们现在 整个包括政治 面对的一个最艰困的 一个处境了 不过话说回来 不管怎么说 做一个媒体人 做这么久了 对你来说 我还是从张静健身上 还有他的书里面 看到了一种亮度 那种一种开心 骄傲 就是做这件事情 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的一种骄傲 对 其实一直对我来说 我最大梦想 就是环游世界 其实这个东西 听起来很可笑 但是你借着工作 不是已经在 借着工作 对 所以我现在的工作 就是我一直希望 能够告诉这个世界 我所看到的世界 这是我一直很努力 想要做到的 而且张静健还有一个 专长 他不只是英文 他还懂阿拉伯文 各位要晓得 在一个庞大的 伊斯兰世界里头 你如果专靠英文的话 你其实还是很难深入的 但是如果有一个语言 在帮助你的话 当当地的语言 在帮助你的话 这个是非常贴切的 对不对 有机会 有机会希望能够看到你 在另外一种眼光 帮我们来看到伊斯兰世界 一定会的 好 这个张静 今天在我们的现场 他这次短短的一段时间 回到台湾来 跟大家推荐他的新书 先决出版 为他出版的 这个白宫意见 所谓华人白宫记的直集 美国权力核心的真实面貌 主持人蔡志平 郑重推荐